批令华都亚野一家邮站昨天早上发生持蟹抢劫案 两名员工怀疑是不服从刀匪的命令 在抵抗时受伤 警方目前正在积极追查两名20多岁涉案匪徒的下落 那华都亚野警区副主任主机飞里指出 这起持蟹抢劫案昨天清晨6点45分左右 在布鲜路一家邮站发生 根据邮站员工 两名劫匪分成两辆摩托车到有关有证 其中一人进入店内后掏出小刀威胁他们 两名员工抵抗时被劫匪抢走了两部手机 员工也不幸挂彩 受伤的员工是一名52岁的本地女员工 她的嘴唇和额头受伤 另一名伤者则是26岁的孟加拉吉男员工 头部左边受伤 警方正在追捕两名20多岁 相信是本地人的男嫌犯 社会的原因是 社会灵 добр的 根据 请请课计划 8分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